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披心待悦 江湖诗 文文如雅一书生 十道间 先逢难成 红颜垂里 孤独人 一句唱明天下文 啊 平凶的女去一趟 千载百事六方明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我 李大人 恐怕我舍得了这条命 你反倒舍不得杀呢 田外天 仲藤大人 你是用濟南押解来着吧 是 回仲藤大人 小子本来已经判了冲军宁谷塔 可是蔡忠吉 要不到京师刑部大堂来作证 所以就押到这儿来了 你想不想逃啊 当然想 好 用你手上的铁链子 向铁崽子那个头上去砸一下 能不能杀了铁崽子 对 这个 田外天 你敢 东唐大人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田外天 没这话 你想一想 和李中堂 哪有那个兴头 神经半夜 穿着这身衣服 到邪乎大牢来开玩笑 那东唐大人是 是 深夜造访 送一套富贵 可惜啊 爹娘 生下我铁崽子一个人 偏偏没有生下一条 富贵寿口的命 铁崽子 明天你就要过堂了 不错 咬着一口咬定 说有一个人 要你去杀大阿卡 你说了之后 本中堂排凶徒保证 三天之内 还你的自由之身 要钱有钱 要的官有官 大清衙门八字开 有礼无钱莫尽了 李大人 铁崽子这条命 早就豁出去了 你说吧 要我一口咬定的是谁 你 好 我就是你 好 好 你笑好了 等你下牢头来了 你挨鞭子 你掉头就走 李大人 你要我一口咬定 是我自己要杀大阿卡 不错 一点也不错 那我咬过了自己以后啊 刚才我说过 先放你出去 要钱有钱 要官有官 东庄大人 那小的我呢 你也是一样 光跟钱见得有份 叫你上堂去按照我的意思去说 好 我走了 再确认就咬过了 他把 рас围剑了 他把这항都放了 他把这些团呆了 我现在想过了 天外天 铁崽子 嗯 别叫 好汉 您要干什么 好好好 您换我手啊 别叫 进去 好汉 您要干什么 地方很大 您可以躺下 您要杀我 八九不离十 刚才我讲的话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明天公堂上见 公堂上见 铁来的 你足以打定了 你 绝处丰生嘛 哪还有什么不答应啊 你这话说得不错 小子 铁爷送你归西天去 好 天外天 你怎么也泼过妈妈的 铁子 咱们这次出去不是上法产 又何必醉上加醉 好 铁爷就放你一条深路 走吧 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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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两位大人 下官在 老傅眼睛看不见 耳朵呢有背 你们两位只管问你们的 我听不到的时候呢 只有针儿会告诉我的 是 朗宗大人 提再押人犯 鐵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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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派來聽審的 張大協士 還有李大人 相官在 這位大臣 就是昨天晚上那個 皇上派來聽審 你們兩位呢 話儘管的問 是 謝東國公 二位大人請坐 是 鐵崽子鴨道 鐵崽子 鐵崽子 法王輝輝蘇而不漏 你從濟南作難 一直到京師 今天可是落了網了 鐵崽子 鐵崽子 奧爾特 大丹 schneller 你現在長了 鐵崽子 你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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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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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崽子 在刀商大阿哥是谁的主使 没有人主使 那么你跟大阿哥有仇啊 无冤无仇 既然是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滔天大祸的事来 回来 回堂上的话 小的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至今无家无事 本府不管你有家无家 铁崽子 你已经犯下了千刀万寡的罪了 回堂上的话 小的早就认了 铁崽子 你持刀行凶 案件伤人 应该有一个说个缘故吧 我一堂上的话 那天小的带着四个弟兄 上西山双凤春安家 准备下手行窃 好 铁崽子 你为什么想行窃安家 这铁崽子 铁崽子 你是不是为了安家四口住在昌春园 小的安家没有人 你才去偷窃的吧 回大太爷 小的并不知道安家四口 关在昌春园里面 是 铁崽子 你还想狡辩 回珍格格 小的说的都是实话呀 你还说你说的都是实话 铁崽子 安家四口 就是你从田温敬田大人手里截去的 这铁崽子 是谁带你到田大人家里去的 你去干什么 当然是去逮安家四口啊 书令 念一段供词 铁崽子 铁崽子 共称 曾到田温敬田大人家中 劫走安家四口 铁崽子 你听见了没有 铁崽子 听见了 李铁士 干 叫他化鸭 干 干 铁崽子还鸭 还鸭 是吗 回同国公 这件案子就问到这儿为止了 张大学士 今儿个就问到这儿为止了 朕哥哥 这件案子好像还没有问出什么头绪来呢 张大学士 就问到这儿已经紧够了 已经紧够了 这什么意思 你 皇上吉祥 宝妃娘娘吉祥 李渭 张 宝妃 臣妾在 你到大殿那儿去守的 皇上 是不是有人来了 臣妾就咳嗽一声 宝妃 用不着那么费事 有谁敢闯进大殿来 你只要揽路一战 谁还敢闯进来 臣妾知道了 皇上 李渭 起客 谢皇上 宝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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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為什麼不讓我這麼說呢 蓉兒 你知道 我從來就沒有覺得自己有多大 地位有多高 我總覺得 皇上是一座大山 而我 只不過是山上的一棵小草 娘娘 這就是啊 你太謙虛了 蓉兒 其實 這也不是我謙虛 而是 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跟人家比 娘娘 你必曉得 你曉得 蓉兒 你曉得什麼 我必曉得娘娘的心事 我的心事 蓉兒 你曉得我什麼心事啊 我曉得 娘娘心裡 只有一個人 眼裡看見的 也只有一個人 娘娘一天到晚 看見的 想到的 念到的 也只有一個人 蓉兒 是誰 是誰 那個人是誰啊 這還用問嗎 當然是皇上了 小丫頭 你故意說話那麼繞彎子 害我嚇了一跳 娘娘 怪不得 皇上會這麼疼你 蓉兒 你的意思是說 李衛 上 給我滾出去 上 他這就去 這就去 這就去 出了什麼事 皇上 出了什麼事 可 可不透 皇上 你怎麼又生氣了 明明中了人家圈套 李衛還在那兒洋洋得意 這是氣人 這是氣人 皇上 您先別生氣 您先別生氣 你自入宮門 舊牛脫不出 李衛連這點道理都不懂 皇上 他 怎麼知道 現在 沒想到 但是 想要的 你來 負責 你 這 壓? 我 不要 有 你說 是 你 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 就得看李渭跟二舅怎么交涉 真真 真是切口挽去 齐乱鲁马 除了大舅二舅 朕只怕了 皇上 您是说 大舅三舅 还没有完全好 就搬回了袁明园 这么说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趁此机会 查出他的身世之谜 身世之谜 是 不信 朕说什么也要拦住他 白虎人 向可可 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 我心里好着急 好难过 我知道 你知道 白普特 你知不知道 我心里为什么着急 为什么难过 你 你是为了我受的伤 对不对 我是为了念书的 他要五天之后 才能放出来 把他送到公堂以后 还不知道怎么样 是兴致的 你有没有想过 想过什么 你 你的那一颗心 就像满满的一盆水 像一盆水 嗯 满得 装不下一点东西 你是说 再装下一点东西 都要满出来了 对 那就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你 你忘了 有一回 皇上说 哪怕大阿哥 心里有一点点心事 他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我也看得出来 想过 你 这会儿 你 你的心事 跟我的一模一样 是兴致的 你是说 你的心事也跟我一模一样 白普他 咱们俩 好可怜 可怜 咱们俩可怜 我想 我不是我爹亲生的女儿 你 你 我究竟是谁的女儿呢 石姓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是谁的女儿呢 如果 我爹是佟国公 和老中堂的远房侄子 那 我说什么也不应该喊他们大旧公 二旧公啊 是姓子的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 是谁让你这么叫的 我记得 是我二旧公 二旧公 我还记得 那是在我十三岁那年 十三岁 你就在京师了 那一年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二旧公 他好喜欢我 他摸着我的头说 咱们俩 来一点特别的称呼吧 你就说好 是不是 他又说 以后 我管你叫小小妞 你管我叫二旧公 这小小妞跟二旧公的称呼 只许咱们俩要叫 哦 不对 不对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怎么说不对呢 是姓子的 你又想起什么了 我怎么叫他 哦 你也是喊他二旧公 所以我说 二旧公 并不是你一个人叫他 是姓子 你又想起什么了 咱们俩会不会是兄妹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白普的 我还是管你 叫死姓子的吧 好啊 你刚才问我 我们会不会是兄妹 人家 只不过是随口而出 随便问问 是姓子的 你不应该随便问问 你应该正经八百 当着一件大事的问 好吗 而且你只能问我 好 我就只问你一个人 只要你在别人跟前提起一个字 马上就会有大祸临头 是姓子 那我就告诉你吧 白普人 你说下去啊 我 你绝不会是我了 宝妹 你怎么知道 我 你说呀 我只是这样推策 不过 我就可以断定 你可以断定什么 你绝对不会是我的宝妹 那 那 我会不会是你的堂妹呢 真好 白普人 我既不是你的宝妹 又不是你的堂妹 那咱们俩怎么都会叫她们大旧宫二旧宫呢 这个 这 而且 我还觉得好奇怪 好奇怪 奇怪 你快说 怎么奇怪 你受伤 暂且住在我屋里的那两天 每天晚上 皇后都一定要我跟她一块睡 有这样的事 好 而且 你晚上总有好几回 皇后 有的时候搂着我 有的时候抱着我 有的时候抱着我 亲亲我 有的时候 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嘴里 还轻轻地念着 香儿 香儿 我的 你 死性子的 你这话是真的 你捏疼火了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在这儿 我不说给你听了 死性子 我不是已经跟你 说对不起了吗 你还要 是性子的 我求求你 你别再耍性子了 好不好 好嘛 那你再说下去吧 后来 没 后来咋 就没了 后来就没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 没了 人家说完了吗 说完了 是性子的 这回 我是大清的大阿哥 我早有参与朝政的大权 想尽了人间龙华富贵 我 白补他 这一点 是很了不起 可是 有那么一天 我的身世静明 被解开 也许 我会发现 发现你是一个 穷人家的儿子 嗯 我是这样想 你还会想 到那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对 这也是我的心事 我想 没有关系 怎么样没有关系 白补他 你知不知道 我心里怎么想 是性子的 我要说出来 你可别生气了 好 我不生气 我猜 你心里一定是这么想 对 绝对不是我亲生的对 我那个乱七八糟的家 我早就不想待下去 这会儿 我什么都没有 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 像格格 你白白的 你不用替我担心 我很想得开 你 你 我老是这么想 一旦有一天 我的身世之名也揭开了 说定 我会发现 我是一个很有钱很有钱人家的 走失了的女儿 哦 如果 我找到了我的父母 那我不是就变得很有钱很有钱了吗 嗯 那个时候 你也发现了 你是一个穷人家的儿子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转眼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哦 所以 我说没关系 你 有钱 你穷了 我可以把我的钱让给你用啊 是兴致的 你要再说小孩子的话了 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嘛 那 那我再谢谢你了 拜托 为了让你宽心 我就接受你的道歉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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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запис你了 你不安心吗 你看 你不安心吗 我们不能安心她 我们相比美 不安心 jaką 哈哈 是現在 白普羅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爹脸 白普羅 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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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記下 大騎士 奴婢在 真格格喊了你半天 你到哪去了 你 你趕快給我站遠一點 是 對 你 你趕快 你看 不 你 你趕快 什么病啊 这么厉害啊 她得的是 她得的是 爷爷 赛贵妃得的是伤寒 前次我不是禀告过您了吗 对对对 大太爷 赛贵妃她得的是伤寒 是伤寒 伤寒哪 你伤寒 不人哪 你伤寒要过人 你再给我站远一点 是 小点 小点姐姐 没关系 不要紧 我在这中间隔着点就行了 不要紧她 伤寒会过人的 会过人的 这就好 这就好 过人 那 那 那不是要过给我呢 我怎么拍 这 警察的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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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了 你再乱跑 看我都打断你的腿 这 假的 赛西施 赛西施回话 是是是 不必在 赛贵妃这会儿 能不能说话 回真格格 赛贵妃这会儿正在发高烧 是 而且昏迷不醒 她所说的全是胡话呀 听差的 是 你们这帮子人的来龙去脉 格格全查出来了 是是是 赛贵妃岂先是你的老婆 是 这会儿她病成这样 你就该念在当年夫妻之情 尽可能的去救她的命 这个 格格 可是 可是 这 大太爷的规矩 不许说可是 这 那 那就不 不可是 不可是 这 格格派你日夜守护在她身边 等到她病好了为止 这 格格饶命 格格饶命 你亲爱的 这是干嘛 这 这 小的姐姐 这 小的姐姐是说 这 格格让我去守护这 塞贵妃 这干脆还不如给我一把刀 她把我杀了算了 这 格格她 你守在她身边 留神听她说的胡话 只要跟青海沙福一案有关的 你赶紧来禀告我 格格救命 格格救命吧 你 只要是格格用得着的 一句话 赏五百文钱 啊 五百文钱 对 一句话五百文钱 好 想这就去 想这就去 五百文钱 塞西师 是 哎 你别过来 我叫你找的同事您呢 同事您啊 同事您啊 他 他 说同事您他人呢 回真格格 同事您啊 到现在 我还没找着他呢 那 我再给你一天的谢 一天 才一天的谢啊 对一天就是一天 过了一天 你看 格格怎么罚你 是 李大人到 谁 李大人到 谁呀 回大太远 是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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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 看你赶得这么急 准是又 和皇上之意来的了 曾格格 什么事 都瞒得过您啊 李大人 您是否带来了 皇上的旨意 什么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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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皇上 你有什么旨意呀 回大太远 李大人还没答话呢 大人 请你答话 回曾格格 皇上有八个字 让下官来跟通过宫 曾格格来商量商量 李大人 请问是哪八个字 宫中有变 轻案肃停 难允呢 皇上 该死 满下来 perf 皇上 你叫朕怎麼做得下 朕怎麼做得下 皇上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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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 要說錯話了 不 愛妃 你沒有錯 皇上 只要您稀怒 只要您別再著急 就算是臣妾說錯了 不 愛妃 你沒有錯 朕也沒有錯 錯只是錯在 上藏 先皇 朕該怎麼辦 朕該怎麼辦 皇上 皇上 是崔嬤嬤 對 是崔嬤嬤 朕該怎麼辦 皇上 皇上 皇后和向哥哥 已經有圓明圓 回到坤嬤宮了 請皇上 小安子 張 蓉兒 奴婢在 趙急行使 張 是崔嬤嬤 是崔嬤嬤 那是崔嬤嬤 是崔嬤嬤 我們只不過是隨便聊聊 可是你們的神情 我看得出來 皇后 好 不說了 不說了 養心賤獨美 蓉兒求見皇后 奇怪 這麼晚了 蓉兒求見 會出了什麼事 是 是 皇后吉祥 請看 謝皇后 皇后不好了不好了呀 出了什麼事 出什麼事 皇上忽然暈倒了 皇后 皇上的鑑魚就在外邊 請皇后趕快上養心殿課吧 皇后您就趕快去吧 我一會兒就跑著來 好 燕兒 咱們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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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中有變 居然是這麼驚人的巨變 雍正決心要殺香格格了 這是因為什麼緣故 後事究竟如何 好戲不斷推出 極其分外精彩 請您下星期一 千萬別忘了繼續收看 金玉元